8月25日 星期日 九哥周报 星期五晚 风起云涌 环球市场有排阵 这两个星期 同学在讨论组里有不少实践分享 也有不少收获 先去买一下广告 8月31日星期六会有新的期子期权特训班 包括研究如何做大长金 大长银 以及相关的金矿股ETF投资知识 另外9月4日也有星期三晚 有价值投资班 都是用Skype上课 每班只限五位同学 欢迎到视频简介里的连结查询 课程资料和报名的内容 成功报名便可以马上参加讨论组 一同观摩学习 更加了解市场的波动市况 首先说回上星期的新闻 本来我们星期五晚的晚报也说 10点钟爆威尔在中央银行加联会的 Jackson Ho说 会是市场焦点提出美国的经济 仍然良好 贸易战的风险未能够定性 他说联储局会因应市场的需要 调整货币的措施 有家议员认为 这是比较于7月尾议息会以前较为夹 即是说是准备减减的说法 其实在鲍威尔说话之前 中国已经有一个非常突然的突发消息出现了 那时是8点钟 中国宣布会报复向美国750亿的货品征收关税 说完之后 美债息和指数马上向下 稍后跟大家看看图表 其实在中国公布了这个消息不久 我们都在特朗普的推特上 看到他表示非常不满 没有说太多的事情 市场马上预期总统可能会有行动 结果在美股收市之后 他宣布再向中国全部的货品增加额外 5%的关税 都在不同的日期开始 之前订了日期 在那些日期里 总之是多少? 全部加多5% 另外,特朗普在推特的回应上 最对中国的报复不满的同时 他甚至要求美国公司马上开始研究 撤离中国去其他的地方 发老皮 虽然稍后有不少官员表示 这个提议可能也有问题 不过大家可以完全感觉到 那个火药器没有非常浓烈 另外,星期六在法国举行的七大高峰会 没有什么市场憧憬 因为当中仍然有很多不同的诉求 也包括反映了各国在问题上 有严重的分歧 贸易问题、脱欧问题 以及一些税务的问题 还没解决 其实就是说 除了有关中国反制的关税 以及之后美国对中国货品额外增加了5%的关税 这个报复也好什么也好的行动 特朗普在推特上第一次提到习近平 其实他在同一个环境 问鲍威尔是否 不是的 他说习近平是他的敌人 没有啊 他再不是朋友了 其实这个我比较的是 跟中国在五月尾发出 严正声明由人民日报出 物为言之不遇的意思 不知道会不会是差不多 当时确定了中国已经准备好跟美国开战 贸易战、货币战等什么都好 总之就是开战 现在美国似乎也准备好认战 其实他一直都不断压制加关税 似乎不知道是否真的想打 似乎都是吓 但是这次来到这次 我看他的样子似乎是发恶的 或者这些就是去年尾的时候 我一直都想不清楚 为什么美金没有转弱 但是黄金一直都涨 相信现在真的说 醒目之金早就开始避险了 我想现在比较容易解释到 黄金为什么这么高 而当时没有下跌 给大家看一些图 其实只是看美股很简单 一个星期这是标期的日线图 从1月开始到现在 整个星期 只是星期五这条跌 星期五跌了 右上角度下跌了66点的期货 一个星期五晚已经反映了整个星期的情况 我要提醒大家 在8月的时候标期出现了 美股在2019年有三个最大的收市跌幅 这个是8月5日 8月14日 还有8月23日 三天的成交量也相当高 这个比较我在8月初说的时候 减息7月31日减息 是死亡按钮 看来现在开始慢慢出现了一些很坏的形态 星期五冷却美股下跌主要是受到中国反制的关税影响 结果收市又要再加5%的关税 对中国货品 其实贸易战不用说已经进入了升温的阶段 之前说的50天是强力阻力 结果也不能达到 只不过去到2940左右已经回落了 我说了几天 跌穿2,900是第一个讯号 其实现在在美市的时候最低下跌到2830多 我的目标就是要跌穿了这条紫色线 大概2800的200天水平 美股看200天非常重要 这条紫色线在今年严格来说跌穿过一两天 大马上升上 上一次跌下来 减息后跌下来 也是来到这条支持 所以200天很重要 我会预计这次应该跌穿 跌穿不会再回来 其实也说了整个星期 我会预计这个2800会跌穿 甚至跌到近2700 其实这就等于减息后跌下来 大概跌了205点 我会希望大概由2900至2900会跌到2700 再看吧 跌到那里的时候 恐慌情绪指数又上近20 我相信会支持到这个 继续股市有压力的情况 10年债息又到吧 你看到收市又差不多了 跟两年息 也在上星期五的晚报有提过 我们经常看到今年会下跌 大概涨了230点 230点的基点 接着又下跌 结果真的差不多30 大家能计算到的数据就下跌了 有关税的时间刚刚好 不知是否真的大家都计算好 现在下一个目标是上次最低 早上星期1.47 现在收市在1.52 还有5个几点一跌穿 到时我又通知大家 应该是指向下跌 简单说一说期指 我想看月线图给大家看看 玩了整个月又反弹 超卖反弹 结果又下回50个月的平均线 25500左右 刚才大家听见我说 美股还有这么多水位下跌的时候 我会相信今年的低位 就是说之前的24800 甚至去年的24500 应该是交易员的目标 就是未计算香港现在的政治情况 这么严峻 我相信24000甚至以下 会是稍后的水平 我有点看法 我希望在另外一个新的节目 再提一提 就是连带美股一起看 看看稍后的情况会是怎样 最后也说回 我们这几个月都经常看贵金属 简单说一说 黄金期货 我们星期五就只说GDX 黄金期货 白银和GDX 在星期五晚因为避险的情况 全部涨上10天平均线 这条黑色就有10天平均线 确定了一个上升趋势继续 除非现在大家没事 似乎也不会有这么戏剧性的发展 升势会继续上升 白银的情况 我今天下午在公众帖文简单分析过 如果大家有订阅到的就可以看 简单说 我将大长银原先17.5的目标 向上修正到18元 甚至有机会去到18.4 大家看看有多少在手的时候 看看在哪里收水 指赞现在也上移到17元的水平 16元买到的还有1元在手 暂时看短期间的部署 再交代GDX 星期五大家拿回我的帖文看 我说过4小时图的续底情况 上星期完全是这样发生了 50MA移动平均 是我们之前几次 上次特别是那次 这样上升之后 比较简单上升的趋势 我也有提到 GDX这样去到高位之后 就回落大约2元左右 几次了...两次啊 之后一升穿10天平均线 你就会预计之前的高位就会上破了 已经走了两次 我这次也是这样说 如果等了整个星期 都过不了10天平均线这一刻 星期五有这样的新闻上去 现在我们很自然就会升穿之前的30元高位 另外也有跟我提过 16年的时候最高31.79元 不是没有机会的 现在我们这样计算 在这个突破10天位时 我们还可以看2-3元 似乎31-2元 不可能现在的技术情况是支持这种走势 看看星期一的时候 我相信也要看市场反应如何 最后再提一提就是 星期一的早上明早上预计 都会再避免一阮险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是在美国时间发生的 变成了亚洲的投资者都要有反应的时候 都应该会先将指数再推低 然后黄金白银也要再推上去 然后大家再看看风险就会这么大 有可能黄金到时会超买有获利 亚洲时间的焦点 我想大家看的是 人民币会不会再有弱势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人民币7.14元 我们星期五晚看到的 近7.14元 这也是很多年以来的高位 如果再上升 其实你会预计是否 中国又对美国伸出这些5%的关税 又是另一个反制 如果预期在9点钟人民币减省的时候 大家会知道 如果到时再弱一些 你会预期贸易战就不断无止境 大家再升温下去 到时又会被弱 变成了你那种横向的调整 可能会很快就已经超买 又会调整了 然后又再上升 我相信这个是星期一早上的焦点 想不到8月底最后一个星期都会搞成这样 也因为很多基因经理放假 市场会成交相对小 可能会波动比较容易 大家也要小心 最后提提之前有一个新的投资班开了 如果有兴趣就去视频简介里 连结里看看课程的介绍 还有报名的方法 好了 多谢大家时间 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简单问题可以提出 我会尽量作答 记得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 拜拜